很多人说他们早就听闻川西的葫芦海特别美 但却总是被有难度的徒步圈腿 那么从党领村到葫芦海真的很难吗 是否值得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梦游的水 上个视频讲到我们从成都自驾到丹巴县城 那么在休息一晚上之后 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就从丹巴县城出发前往党领村 此时还未日出,丹巴大多数地方还在沉睡当中 丹巴县城到党领村虽然只有大概60多公里 但一般来说需要开两个小时多点 而到达党领村以后我们要去葫芦海 需要花费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只能一大早出发 又经过了这段考试路段 也算是地方特色吧 丹巴县境内确实山路比较多 之前有网友问我 既然要去葫芦海,为什么不住在党领村呢? 如果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 当然可以提前到达党领村住下 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 头一天下午从成都出发后 到达丹巴县城已经很晚了 不太方便再开到党领 所以选择了住在丹巴县城 住宿点什么的 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每个人时间安排不一样 不需要盲目跟从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伴随着天色越来越亮 我们也离党领越来越近 同样的路我在今年七月走过 那时候道路两旁一片绿意 如今夏去秋来 很快冬天也要降临 所见景致和夏天时 给人的感觉有很大不同 但美丽的藏寨依然安宁平和 后面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这条路上 夏秋景色的对比 今天的视频 咱们一党领村到葫芦海的过程为主 所以就先简单带过了 这里有个卡点 坐下登记 收取每人20元的费用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路开进党领村了 党领村的秋天和夏天 给人的观感也是很不一样的 相关视频同样在以后再发 这里我们直接找地方停下车 稍事休息 吃点早饭 就准备出发去往葫芦海了 党领村到葫芦海 目前无法全程骑马 要么是骑马加徒步 要么是全程徒步 我选择的是去的时候骑马加徒步 回来的时候全程徒步 骑马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感叹 有的路确实不太好走 坡度挺陡的 而且海拔高 我加上背包的重量差不多90来斤 比起很多成年人应该算是比较轻的 但马儿还是累得一路休息了几次 骑马经过大草坪 飞机坪之后又骑了一段 到这个下马站就不能再骑马了 稍事休息开始徒步之后呢 我才发现马能够走的路 已经算是这段路程当中比较好走的了 后面徒步的过程中 很多地方是乱石加陡坡 有的地方坡度很大 难怪不能让马儿继续载人走了 在来之前我也查了不少攻略 很多人都说徒步葫芦海难度比较大 根据网上的资料 党领村海拔3000多米 而葫芦海海拔大约4200多米 在高海拔地区 海拔又要爬升这么多 对体力耐力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而且运动起来比静止不动 要更加容易高反 更何况是爬坡 所以我个人觉得到这里徒步 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定 这边森林里大概有不少树木 是落叶松吧 深秋时节 遍地都是掉落的松针 阳光洒在上面金灿灿的 秋天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虽然来川西比较多 比较能够适应高远 但是以往都以自驾为主 不怎么需要耗费体力 所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 还是挺累的 和经常徒步的大婶是不能比的 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来沉浸室体验一下吧 这个路不好走啊 喝许 喝完 законч完 健康 恶 前面这个地方叫干孩子 在这里停留飞了下无人机 四川叫干孩子的地方很多 比如我以前发过汶川卧龙的干孩子 也是徒步上去的 不过那个要轻松一些 还有亚细高速上有个很壮观的大桥 叫干孩子特大桥 个人觉得在这里深秋的意味特别明显 热烈与萧瑟两种背道而驰的感受 莫名地融合于此处 可能也正是因为我到这里是 11月初恰值秋末冬初的原因吧 那更多的风景就留到后面的视频再发了 这里咱们还是继续徒步的过程 离开干孩子之后呢 又从葫芦海下来的游客告诉我们说已经不远了 大概还需要走半个小时左右 顿时有种胜利在望的感觉 这个有点陡啊 看 不知道把这个爬上去 是不是就胜利在望了 这一路上其实我都听到有人在说话 有人在互相加油鼓劲 但是却没怎么看到人的身影 真的是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云想 那种空气 忧生的感觉 这边还是有一些比较粗壮的树 但是比起前段时间我才去过的 和华海国家森林公园 感觉这边的树相对没那么高大 那么密 又是一个陡坡 哎 我都不知道 你这个路有没有走对哦 总结一下 我个人觉得在这里徒步对我来说比较难的 主要是三点 一是海拔高 二是坡度大 三是有的路段乱石临循 上坡有起雷 刚开始走的时候 我真的是气喘吁吁 后面适应了就好很多 下去的时候就基本上没喘了 看看这个坡多抖 但是在这里我好像隐约看到了一点雪山 感觉快要胜利了 穿过一片片乱石 终于可以看到连绵的雪山群 那么我想 过了这片石头堆 应该就是葫芦海了 从下马点到这里 用了接近两个半小时 其中包括路上拍摄所耽误的一些时间 那这只是我的用试 体力和徒步经验的不同 以及徒步过程中是否有拍摄等额外的事 都会导致用时有所差别 现在大家看看 葫芦海的景色是否值得一路艰辛呢 那更多葫芦海和徒步过程中的风景 就在下个视频中单独再给大家呈现吧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